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級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 內容一次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腩韭菜 炭腩韭菜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9分 那我們今天大盤上漲了598點 算是我們在昨天算是分析的是正確的 就是我們的大盤他在前天跟上週四是不一樣的 然後昨天跟上週五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他不是突破之後 那他就直接往他砸嘛 昨天是有去回撤 那回撤的位置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昨天說的21650 然後這個邊如果說你昨天沒有看副盤影片 可能比較不清楚啦 我們就簡單帶過 那我們今天就上漲598點 他不知道這一波有沒有人又有 就是說有去建倉啦 那如果說沒有建倉可能就會比較歐一點 可能當然就還是分很多人嘛 就是說被套勞可能就又回去了 然後執行左側交易的人呢 左側不管任何一檔個股啦 當然啦應該說 如果說某部分的個股是能夠漲回來 那某部分的個股就沒辦法漲回來 基本上還是一些可能 你在左側的那個當下他維持在 可能月季限制上 然後比較有機會去漲回來 不然的話可能就我們講了嘛 大盤就是掉到了半年限 那如果說比大盤還在弱的個股 他要再反彈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本身就是可能比較弱勢一點 好那今天停曆真的還蠻多 然後待會再講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那今天全部給我做四檔 我是覺得說大家可以多多留言 因為雖然說我們有講大盤 然後可能會有講個新聞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撐壓用在資金流的個股 就是說我們去判斷個股 然後才有辦法去下單嘛 除非說你本身是做起貨的啦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主攻是這個個股的部分 那當然個股部分呢 這個撐壓的一些策略 他還是必須要去理解 據說並不是說這個地方是直層 他已經能夠守住 那個地方是壓力 他就是要直接去做空 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的話 我可能早就已經是個大覆翁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其實內容應該是很粗淺很短 我們就直接快速說 好那這個大盤 站上昨天說的 就是要昨天看那部副盤才知道 211060 那我們稍微的淺看 我們來淺看一下這個 這個納子100 昨天說的位置那邊 我們先5分給大家看 昨天在副盤的時候呢 誒講的位置在這裡嘛 我翻開給大家看 昨天如果說有看 這個影片可以知道 誒20650 大概看得懂啦 雖然說很熟化 那時候副盤的時候大概在這個區域 然後我說他對應的是 他這個17830 對應的是我們台股的20650 那那時候呢 就確實卡在那一個附近 卡在那個附近去在 這個地方嘛 那但是後來我自己有更改啦 自己算是講錯 應該是要更改到20680 算是後面這幾根K棒呢 有走出來 對那我自己個人是有在 在這個地方去下檔 那有拉上去 大概這邊盤整的時候 先賣掉一口 然後拉上來到 到哪裡啊 到 到這裡 對 到這裡的時候 然後就把那一檔賣掉 所以說在他 這邊噴上來的時候 就把兩口賣掉了 沒錯只有兩口 而且兩口是那個圍台 就是賺得很少啦 不過就是最近期又算是 我認為他蠻適合可以訓練的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策略 不是說凹蛋的訓練 因為他其實很好 因為他就是賠 少少的嘛 好我們就拉回來講 那昨天啊 為什麼會上去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很強勢很強勢的 這兩根5分K 這兩根5分K 為什麼那麼強勢 我先把這個關掉好了 這條分心 OK 那為什麼那麼強勢 因為他那時候公佈的數據 這個 這個東西我還真的不知道 然後是我們群組有人說 我才發現 原來昨天有公佈數據 因為 其實這個出領失業金 好像以前沒有影響到那麼多 所以個人就在想上說 可能原先是想要做多 那如果說他數據可能是高於預期的話 有可能會先下後上 那他變成說是低於預期 低於這個預期 所以說 他是往上噴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然後半禮噴的時候就 沒有噴那麼多 這後面整個夜盤 就緊噴上去 到這個夜盤收盤是700點 我們這邊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數據 是公佈多少 他是降至23.3萬人 創近一年來的最大的這個降伏 那很妙的是怎樣 結智 他是結智8月3號 那如果說是 在這一週的話 截至這個 可能晚一週前一週的話 他那個平均值 可能就是又是不太一樣的啦 我看下面的內容是這樣子 那個平均值 可能會是不太一樣 反正呢 我們就看到他 好像低於預期然後往上 大家就會覺得說 OK 那可能是因為這件事情 但是呢 可能我們自己個人看盤 就覺得說 他在那邊做三角收斂 感覺上就是要等待一個表態 那這個表態 感覺上就是要集中一些力道 如果說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如果那時候是高於預期的話 他可能是一個先下後上 他下去之後呢 一堆人看數據放空嘛 但他還是會硬拉上來 因為我們昨天就是看到日線結構的指紋 我想法是這樣 當然那也不一定啦 好啦 我們拉回來說 那算是昨天有守住這個 復盤說那個小破底番 17810 就是那個 期貨 納子100這個 17810 然後就往上噴嘛 夜盤這樣往上 一路往上走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 也是台子的20650 而早上的大盤 去掌 直接進攻 進攻到了21500 末日線的缺口 然後變成說 看到是有壓力的 只要從日線看 這是包含夜盤 我們日盤來看 日盤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說 在這個8月2號的這個 跳空下來 週一的那個缺口呢 他補回去 而且很妙的是怎樣 週一下跌的部分 用後面的2 3 4 5 沒錯 週一下跌的部分 用後面的4天 掌回去 集疊還掌 那 大部分的人有辦法 把這個 就是週一賠的錢 然後利用後面 4天給掌回來 我相信大部分人應該是 有辦法這樣做 應該是少數啦 我基本上 我認為在上方 你做一些左側的人 或許 maybe你也都開始進行左側了 因為這邊在下跌段嘛 大家認為說 可能開在2萬2 這邊可能進行左側 那你沒想到 他會不會再 再直接 逼出所有的這個融資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自己個人也是沒有回來 就算我現在把這個 未實現損益全部給 結清 也沒有辦法回來到這裡 但是有大概回了二分之一 如果說未實現損益能夠繼續上去 因為 賣出是有策略的 除非說我在這地方完全直接 全部一鍵結清 那大概有回一半 那我自己個人計較 不知道大家計較如何 因為有些人搞不好 是在這兩天去做抄底 這勇敢去抄底的話 這天我還 真的不敢買太多 我那時候在節目裡面講 這天是不敢買 這天是買不到 然後昨天最後還是有建長 所以說 今天有一部分賺的 都是昨天建長的一個部位 那算是 那早盤 做完早盤 該做的事情 就是拉這個日線的這個 莫壓力 那加權是在21600 我們剛看的是這個 這個期貨 再來夜盤 現在的夜盤 又會再度跟美股走 該怎麼看 剛剛其實好像還看得懂 不過現在看不太懂 為什麼 現在的那個夜盤 好像跟著台電營收在走 大家看一下營收 史上新高 台電七月營收 他的部分是怎樣 叫去年同期大幅成長四成 不僅是史上最強的契約 更寫下 歷年來單月新高紀錄 他的這個賺錢 真的是賺到手軟 所以說目前的夜盤 很明顯的 如果說你有在看夜盤 可以發現說 現在夜盤 好像似乎是比 納子還要強 目前看起來 就連剛剛他公佈之後 三點 下午三點開始 我就開始觀察 下午三點這個夜盤開始 我就開始觀察 好像真的比納子還要強 所以像納子如果繼續往上推的話 他的力道可能會 呃 只是我們台股的力道越越 會更加強勁 那目前納子一百 又遇到了三角收斂 我們這邊還是對應著看 好 那三角收斂 剛往上噴了 剛往上噴了 剛在打這段的時候 還在這個區域裡面 然後我們稍微做一下 對應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不用看到那麼複雜 我們大概看這樣就好 我們在尾盤的時候 不是有下殺到21250 下殺到21250 也是他還是找盤要跟著納子在走 我現在呢真的是 呃 蠻跟著納子在走動 但就在剛剛那個 數據公佈的時候就沒有 噢 這個時間點 差不多在這裡嘛 噢 12點半到這個 最後的一點的時候 噢 12點半到最後 欸不對不對 不是這裡 這個地方 我想說後面往上走 噢 大概這個地方 噢12點45分 對然後就往上走 因為他這個往上走 好像是因為 這個數據 是不是1點半的時候就公佈了 我會有點忘記 因為我記得 對 你看他可以打出這個 是在1點46分 所以應該是1點半的時候就公佈 公佈之後就往上衝了 對 他公佈之後 噢 因為收盤是這一個嘛 噢 這個 1點45分 然後後面這一根 往上衝的這個力道 從21415 衝到最高21535 這100多點就是衝這個 呃 這個台移電營收 所以說 目前來說 就是如果說你有台移電的話 會很香啦 但是如果說其他全職 我待會再說 那目前這個地方 我覺得剛剛已經突破了 所以好像也不太需要看 那結構上啊 我認為下一層的位置是在21800 然後目前是 剛剛這個地方突破了嘛 好這地方是突破的 21670 所以現在呢 到達21800 或許會有壓力 現在到多少 我已經不太知道了 現在到了217 我我我還在衝 現在到了2180 21 對800這邊 我覺得可能是有一些回壓動作 那我們昨天講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昨天講的東西是說 我們看一個小時的納指 一小時的納指的話 他現在已經往上衝了 所以說 他再講到這邊 有可能下週一是 如果夜盤真的很順利的話 那可能會真的站上22000點 就是我們的台子的部分 真的站上22000點 或是說是21800到22000點 這邊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做解釋 不過 我目前預期的一個心態是 他可能會超過 夜盤連線點 之後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還不錯 然後這邊開始有一些震盪 再殺一波 那這一波能不能再尻回來 還是說這一波到哪邊會再納文 這個就很難說了 這真的很難說了 有可能會不會是 我們昨天有關注 應該說我們早上關注的這個位置 21250 那才有機會 這有可能是會發生在 下週一、二、三 下週一可能是突破 下週二跟週三 這個結算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幅的政大 所以說如果再繼續往上衝 OK 那我們就先當作他就是 有辦法 有辦法去突破 兩萬兩千點 這是我們昨天的劇本 上漲劇本 好 我們去看下去吧 好 那這個貴賣指數吧 今天上漲5點、5、6點 然後有大概1438檔是上漲的 跟昨天完全不一樣 昨天是怎樣 今天11438 那今天 昨天是1230 所以就理論上了 昨天呢 回押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買點 幾乎都是 如果說昨天有買的話 那今天去賣出都是 應該都是獲利的 那還算不錯 尤其是重要性 個股的 機器人 機器人超級無敵多 掌勵板 機器人概念股 什麼我們昨天看了 工具機啊 什麼產業機械啊 然後一些什麼什麼 什麼 汽車零組件啊 全部都要牽扯這個地方 牽扯到這個地方 那 有些全職則是還卡在壓力 你遲遲的不上漲 紅海 廣達 連發科 都幾乎是卡壓力 這個主力 沒有想要拉他們的一個想法 那你說沒有想要拉的話 那究竟 到底是不是 有機會上去 我會先看到他上去 我就做右側交易 那不然就是等待 二次打腳 就是我們心中上漲的劇本 會回落下來的這個二次打腳 那他打腳下來之後 有到達支撐 我可能就在打腳那個地方 那當然會不會打腳這個腳歪掉 直接失敗下去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說今天漲的都是台地電的拉 都是台地電 而且 現在的夜盤 有可能 就還是依然會是 台地電去貢獻這個指數 對 那沒有多餘的錢 就依上給其他人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自己個人今天就覺得 小心微妙 因為我看到他可能是他沒有力 那我昨天在那個 盤後零股的時候 盤後零股的時候買了那個紅海 我不知道昨天賣給我的人 會不會很厚 那應該還好 因為是買零股嘛 幾百股這樣子 所以說 今天把這個紅海全部賣掉 大概賺4%左右吧 那這個貴買 我們就那時候說嘛 257.5也代表著壓力 然後跟那個台股的 22000點很像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怎麼走 我們預期是突破22000點嘛 那會不會貴買 就給我突破 突破之後往下壓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貴買 好像沒有那個下山趨勢線 所以說 呃 這個想法可能 Maybe 現在是會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喔 因為貴買他的 喔 貴買他也有下山趨勢線 但是我另外一半沒有畫出來 我不曉得他怎麼走 對 但是他下山趨勢線 這樣畫下來 大概畫的話 應該還是會 壓在257.5 所以有可能會在下週一的部分 然後來卡257.5 257.7的地方 那卡住的話 當天卡住 我覺得尾盤 我個人應該是不會建長 或是真的是 特別特別想買 比如說OK啦 機器人 就是說這個族群超強 特強 我想買 那可能OK 那其他可能就不看 就是專挑最強的族群去做 那不然可能就 不會想要做建長 那我們預期是 呃 這個位置跟兩兩天點是一樣 但是我們兩兩天點那個大盤 認為會跟著美股 先突破之後做假突破 掉下來 來打第二隻腳 對 然後心中預期是這樣子 但是下方這邊還是會買 沒有說等到說一定要打到第二隻腳之後 我才 呃 要去做建長 這樣子 那之前有說過 當天摸到 站在賣股票比較好 對我來洗二次融資 那看到真的突破質問了 再見下來不止 我覺得就是 小心死的萬年傳 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就比較簡單跟大家說明 然後 我們目前呢 能夠來看到的話是這個嘛 就我們在前天呢 會上漲的原因 有一個推力 就講這個嘛 這個日元的這個 呃 什麼副行長是不是 然後說 呃 在現況不會在 可能說啦 在下半年 第四季的時候不會再 升息 回到加碼升息 這樣找 可能在明年 所以說有一個 直穩的一個回落 呃 回掌的一個訊號 那他目前 講真的 我之前是覺得說他跟 納子100很對應 他目前看起來沒有 就是納子100 像是 往上衝的嘛 往上衝 他現在來往上衝 他現在的 台子騎 都跑到了 兩萬 兩萬一千八百點了 然後 剛才跑到兩萬一千八百點 所以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那麼重要 目前看起來也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 這一波 會不會V轉 先不要這樣想 好OK 那我們就 呃 大盤部分先講解到這裡 如果說新發現在跟大家講解 或是說一些劇本 不太一樣的話 好啦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庭曆的部分 庭曆的部分 今天真的還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是有賣掉一些 加碼部位的 這個00608 那時候其實有想說 要不要下正二 但後來看看沒有 不過如果說下正二的話 到今天應該是有 二十幾%的報酬 二十幾% 我這邊才七% 我這個沒有賣 我那時候是拉起來 賣台積店 我從底部買 跟台積店一模一樣的那天買 才七%而已 那 再來的話就滑城 滑城的部分是呢 呃 在那時候 周二 喔 周二的那一天 勇敢買進其中五檔的 其中一檔 我們那時候已經停替三檔了 然後這是第四檔 然後再來呢 這個正文就是第五檔 我是在周二買的 那正文我是全部賣掉 因為只有三% 我就賣掉 因為我覺得 有點弱啦 我個人的心中覺得有點弱 直接把他給淘汰掉 然後滑城的部分很幸運 賣在接近漲金板 然後最後好像跌到 漲5%、6%的漲金 那紅海只有3.6% 就是昨天講的 就是說 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盤後靈骨的時候 把他給賣掉 正名單賣掉 所以今天正名單賣掉是紅海 正文 然後所羅門的部分是 昨天 是機械人乾淨骨嗎 我就說昨天呢 我看了看 有點強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說 我就分兩筆打 昨天復盤要講 所以所羅門跟精彩科 所羅門是機械人 精彩科是面板設備 剛好有漲金板 那但是漲金板只有7.91% 那這兩檔呢 都是打一半的長位進去而已 然後下一半是要等他到支撐 但今天沒有到 所以我上衝 那正位的部分是在 說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的時候 我去買他大概8%左右 然後那時候那天我只買了兩檔 我只買了兩檔 那那時候覺得說他好像還不錯 他長了8%還突破那一個壓力 然後下的比較重一點 下了原先部位的兩倍 但是 就今天就覺得 好像把他減回到一倍 然後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所以說他只有2% 大概上次講解完 然後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當時候的一些做法吧 我跟大家看一下他副榜台 等一下我先 我稍微檢查一下 我稍微檢查一下 那一個 我的那個部位有沒有把他出掉 我剛好設一單在21775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0060吧 那今天賣掉 其實也是因為那個 大盤摸缺口啦 我們還是 就 以大盤為基礎的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先遭為做一下 減碼 而且報酬真的不高啦 就7%左右 偶爾往底層拉上 欸其實有9%耶 那為什麼我只有 沒有沒有 再更低一點點吧 還是我買高啦 我買高了吧 為什麼只有7% 我記得也是在同一天買的 反正是只有7%啦 OK 那我們玩一下看 那這個 滑城的部分的話 是在這一天買的 那真的是勇敢建倉啦 週二的時候勇敢建倉 那 今天把他蠻幸運的 賣在這個 你看到 也寫一個S嘛 賣在將近掌機買來的位置 然後大概就是9%多 然後後面疊下來到剩6% 好 那看一下鴻海 那鴻海部分呢 就賣在一個 很西數平常的一個位置 然後 就是昨天的 昨天剛好有人問嘛 然後我是說 他是比較弱勢 然後可以去做 右側的交易 做這個盤後鈴骨 兩點半以前 1點半要兩點半去掛單啦 買的時候是兩點半買到嘛 反正大概3%多 這筆單全都賣掉 我會等待他 真正站上去這一層的時候 再說再研究 因為 心中預期 應該說心中的 我不能說 好啦講預測好 預測呢 大盤會打第二隻腳 然後 他們又是全隻裡面 相對也沒有那麼強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吧 那就把他給賣掉 就打個短這樣的啦 這個比較符合原先的策略 然後那這個 索羅門 索羅門部分是在昨天見一半的倉位 因為呢 呃 這裡拉到要停水的話有5% 然後我想說 那不然就賤一半 欸 這一檔是賤一 我想說一半嗎 還是是 滿倉的 哇 真的有點忘記 好沒關係 反正 我記得有一檔是 覺得好像可以賤 好隨便 然後反正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差不多10% 一樣照紀律賣3分之1 然後再下一次賣就是跌破 五日線 或者來到了前高點 好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好 那這個 秤威的部分是在天天追進去的 8.73% 所以 呃 那個 算是突破了 然後呢 我們昨天 我昨天不是想說呢 欸 其實有一檔 快要這個停損 他昨天是下跌了 3.48% 那我自己停損是手上收到這一根吧 66.7以下 所以說滿幸運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下跌的話就拜拜 那今天 呃 我就把它給又減回到原先的部位 雖然說就2%這樣子 不過就是 呃 不符合預期的上漲吧 好 看一下精彩科吧 那精彩科的部分 哦 好像是精彩科是不是 精彩科是直接整理單買嘛 我也忘記了 反正呢精彩科跟那個索羅門就是在昨天建艦 好 然後今天有漲金版 那但是只有 這個 大概7.9% 大概8%的報酬 再來呢 正文的部分是這天 這天買的 是說在週日 所以週日的 建艦的5檔呢 都有賣掉 但是一樣哦 沒有說 呃 賺回來 如果說他漲的高一點 然後真名單賣掉的話 可能有啦 但是 他只有剩下大概2-3%左右 哦 沒有吧 OK沒有 那我們來講資金流 資金流滿無聊的 他再講一下就好 呃 資金流分是機械人設備跟 這個重電線啦 好像有一個崛起的地方 而且是走滿族群性的 所以就是在週末 一定會拉出來做分析 在那個 會員個股一定會做分析 那再來的話 機器人這個東西也會 那機器人部分的話 我只能說 像是自己有最好索羅門嘛 那 呃 我們這邊就講一個很有趣 昨天呢 那部影片啊 就有人留言說 看到掌停板的機器人 衝進去呢 都贏 都贏你在那邊選鼓啦 啊 這樣也是哦 那 只能說 嗯 沒錯 但這個就是主群性嘛 那我們鎖 每天在這邊看資金流 就想要抓主群性嘛 那當然啦 就是我們有抓到嘛 有嗎 我就是因為有抓到 所以說我才會去建倉 呃 面板設備 才會去建倉 機器人嘛 所以 你說有沒有用呢 就是在於說 你會不會挑個股這樣子 那 呃 挑個股 我 因為我們節目裡面 不想講太多啦 所以就是還是把它丟在 會員個股這個區塊啦 所以說啦 現在死命抓刷看 好 這一週啦 再看看有沒有一些 切入的機會 好像是 昨天就有建倉一半的蜘蛛門 就是剛剛呢 我們有講田地的部分嘛 OK 那 然後就這樣子嘛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然後這個銀劍的部分啦 如果說你還喜歡的話 因為我們昨天說 他好像沒有像那麼強勢 然後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就是 選擇越強的越好 我們在五日 五日限制上的 找地方切入 他 會是變成說是強很強 反而是弱的就沒有 就沒有東西 但是你看到像今天那個 呃 9% 9%這個成交量還比較多啦 1萬張 但你看下面的 這都要1000張以上 或1000多張 所以說 你說真的很強嗎 其實 下方有更多那種量比較多的 3000張 5000張 1萬張 反而是比較不長 因為他們之前的壓力是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對這個銀劍有興趣 我覺得我的方向應該盡量挑這樣子啦 就是越線基線之上 當然挑到越線之上 就會更好 因為他基本上是強很強 然後 一樣空軍機就是機械人幹練果 然後再來的話 這電子化妝可以看啦 那目前呢 大零算是一個 突破的區間嘛 然後星科 之前有分析過 它 好像比較多 沒有有點複雜 我沒有忘記它到底是設備還是機械人的區塊 然後像那個機械林組件這種 一定就是直接丟向這個機械人去看就好 然後電線電纜啊 重電啊 都是在今天有主行性的 裡面門設備 半導體的部分 而且這半導體呢 搞不好又因為這個營收很好的部分 然後 因為下周往上衝 那我自己手上好像沒有任何的這個 比較偏COAS這一區塊的設備了 好 那我們就來講個股吧 個股我們就是 快速簡單的來看 因為只有四檔 我們看到伯藤到了康權店去 好看一下伯藤 伯藤是這個 就是這個機殼 那看起來的話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 它在線 它的線呢 就是其實還蠻凌亂的 個人認為蠻凌亂的 就是說 它沒有那種上漲的格局 它反而是那種盤整 盤整上去 下來要盤整 又上去 下來要盤整 然後 又下去 又上來要盤整 就是它 呃 沒辦法走出一個比較漂亮的格局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喔 像 比如說 它這一段嘛 好像這裡看起來好像 欸 漲了9.57% 好像爬回來 但如果說 看以前的慣性的話 好像 蠻容易受壓的嘛 因為如果說 它沒有 這一個暴跌的話 它原先應該是撐在這一層 所以它撐在這一層的話 它會不會其實就有點像是這裡上漲嘛 然後這裡上漲 然後這裡下跌 下跌之後盤整 盤整之後還是會跌 對 如果說以它的一個慣性來說 當然啊 我認為它確實是 站上來這一層支撐之上 那再等待一根質問 等待在大概36左右吧 能夠再收到36.5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比較強勢一點 當然啊 最最最強勢的 就是突破這個前面的高點 我覺得更棒 突破大概是 42到42.5 這邊的一個前高點 我覺得它會是更棒的一檔個股 好我們看新復興 好那新復興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這個在昨天做劍艙的話 那應該蠻歐的 因為它 直接跳光開高 然後往下砸 其實在尾盤的時候 確實蠻多會我都是這樣往下走 都開得還蠻高的 氣勢如虎 然後尾盤就直接變成病貓 那個感覺一樣 那所以說 它現在的格局到底怎麼去看 我自己個人啊 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它的那個壓力 原先往上是抓 這裡 然後 我覺得應該做更改 可能越改越高 所以我覺得可能 maybe 到這裡了 或是說在這裡 那不管 不管怎麼看啊 我覺得今天這一根呢 就不會是一個漂亮的指紋 也不會是一個漂亮的指紋 所以說 它直接收光圖圖的在這地方 下面完全沒有任何的 像這種下影線 的部分的話 我會認為就是再多等等幾根 K棒 看看它真正的壓力在哪邊 應該都看看它真正的支撐在哪邊 目前想法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核存 核存的部分的話 簡單看的話 那它就是突破後 必須等待這個65塊的一個指紋 結構上大概畫啦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對 沒錯 所以說在昨天去追這一根的突破的人 那它就有機會吃到這一根 但是也要敢追啦 那這一根 老實講 我在週二的時候 有想 核存跟那個 羅生 羅生是機器人乾肌 後面沒買到 大概已經漲了2-30% 今天還漲幾半 然後這一根的核存 有想要漸長 我跟你講 週二真的就是不敢買 然後週三沒得而買 然後週四 像昨天其實 我有些部位 像索羅門跟金塔克 我忘記哪一檔好像有打 打滿 但有一檔是打一半 我也忘記了 那反正 那目前來說的話 就必須等待65 這個指紋的動作 OK 然後看一下康權電訓 康權電訓的部分的話 好像還蠻強勁的 大家看一下 週二基本上都會是低點 週二這個低點 基本上就是正式的疊 而且週一感覺上 雖然說它點進版啦 不過蠻多週一是 在疊全股 然後週二才是真正的一個 非常可怕 中央金貴谷施殺的那一天 然後 現在要漲回來 那它的結構 沒有到那麼清楚看懂 我大概抓在這裡好了 把這裡玩下抓 那我們對應的位置就是 這邊突破後的回側 往上漲 然後這邊跳空下來 跳空下來 上去之後回側下來 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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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來 所以說 大致上 我們能夠做等待的 應該還是大概在12左右 那或者 未來哪一天突破了 大概128左右 這個地方 再看 呃 本身看起來是還蠻強勢的 因為 它這邊的一個盤子 應該說你看到它超容易 進 進處置的 我記得我在這邊建倉過 然後 拉上來這邊也沒有什麼賺 它這邊就一直橫盤 然後就殺一根下來 出關殺一根下來 我就把它全部出掉 啊 我在這邊建倉啦 拉上來 然後賣 然後又沒有東西 然後目前看起來 第一根 那不知道它會不會又再 呃 交易個幾天 它這裡每次交易都五天 五天就送進去 啊 五天送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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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會不會交易 五天又不會送進去 又達到什麼標準之類的 這個要自己注意啦 可能進處置之後 會很難操作 這是真的啦 好 那今天大概就講這樣吧 然後我們目前的一個夜盤 好像還真的是還蠻氣勢如虢的 到 呃 大概是跑到了211 我們這邊畫的是21815 然後剛好好像壓制住 所以可以改21815 沒關係 反正目前的結構 今天 下週一看漲吧 如果說今天的去 又跑去做工 可能稍微要皮皮抽一下 有可能啦 有可能啦 因為台獻開的營收還不錯 有可能就是個垃圾盤 也算不定 但 對 目前我們就認為說 哦 跪馬會繼續往上跟 這樣子 ok 那這張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